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夜浅读。 时间过得真快,眨眼间,我已经在儿子家带孙三年了。 这三年来,我亲眼见着孙子从一个强保婴儿,变成蹦蹦跳跳的小孩子,内心还是有不少的触动的。 今天,孙子要去上幼儿园了,一想到他背着书包的可爱样子,我久久不能停静。 看了眼时间,才凌晨四点半,离孙子上学还有一段时间,可不知怎么的,我的心情非常激动。 觉得孙子头一天上学,我得让他好好地吃顿饭,再早早地去幼儿园,给老师和同学们留下一个好印象。 于是,我决定不再躺着了,直接起床给孙子做早饭,拿出些面粉,又准备搅馅,我在厨房忙得不亦乐乎。 或许是我的声音太大,儿子不愿意了,除了卧室满脸苦笑地说, 妈,大早上的,您忙什么呢? 我笑着跟他说,今天孙子上幼儿园,我得给他包饺子。 儿子无奈地摇头说,至于吗? 为了做顿饺子,让咱全家都睡不好,还不如不做呢? 听儿子这么说,我有些泄气,瞪了他一眼,继续做自己的事情了。 儿子无奈,只能回到房间去睡觉。 忙活了快两个小时,我不仅做了一盘饺子,还给孙子做了别的菜, 看着这丰盛的早餐,我有一种极大的满足感。 我觉得自己还没老,还有点用,只要有用,儿子儿媳离不开我,我就能长久地生活下去。 等到儿媳和孙子睡醒后,我想邀功似的,笑着让他们赶紧洗脸刷牙来吃饭。 儿媳见这一桌子菜,惊讶地说,喝,妈,您真能干。 孙子也小声说,这么多菜啊。 看他们这个反应,我这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觉得自己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但儿子就没有那么领情了,他阴沉着连起床,随便收拾一下就出门上班了, 全程没有看我一眼,跟我说一句话,我知道他大概是嫌我早上声音太大,把他给吵醒了。 等到吃饭的时候,儿媳和孙子的表现也让我很不满意,儿媳都没吃几口,就匆匆地回到了卧室。 孙子吃饭又慢,还没等吃上三个饺子,就被儿媳拽着去穿鞋,准备上学了。 我辛辛苦苦做的早餐,基本没怎么动,我真觉得不值。 好不容易做的早饭,又不能浪费,我便自己吃下去,吃了几口,越吃越觉得心里堵得慌。 便给儿子发消息,跟他抱怨自己辛辛苦苦做的早饭,却没有人吃几口,原以为儿子会安慰我几句,谁知他竟回消息称,没人吃就别做呀。 看着这个消息,我当时都惊呆了,平时儿子非常的温顺,怎么今天说话都是带着刺的呢? 为了家庭的和谐,我也没有跟他多辩解,没有再回他消息了。 只是整个上午,我的心情都很差,感觉自己被辜负了。 三年前,我一个人在老家生活,虽然孤独,但也清静。 是儿子非得要我去帮忙带娃,是儿媳笑嘻嘻地求我帮忙,现在孙子上幼儿园了,难道就要泄墨杀驴吗? 我越想越难受,当即把辛苦做好的早饭拍照片,发了个朋友圈,还配文,看着菜,你们不愿意吃,有的是人愿意吃。 看着亲朋好友一个一个地给我点赞评论,我这心里好受多了。 但没几分钟,儿子就给我评论了,大早上的叮叮光光,睡都睡不好,谁还有精力吃饭。 看儿子这么评论,我更生气了,当即给儿子打电话去讨个说法。 儿子接通电话后,我披头盖脸地指责了他一顿,称自己放弃了清静养老的机会,来给他带孙,为的是他,不是我自己。 又说今天早餐的事情,说到后面,我越来越生气,真想立刻回到老家去了。 我正在抱怨,儿子一句话都不说,等我抱怨完了。 儿子慢悠悠地说,您要是觉得不舒服,可以换个环境。 他这话一出口,我瞬间就明白了,这是要把我赶走了。 既然儿子已经撕破脸,那我也不藏着掖着了。 我当即问儿子,行啊,你真行啊,上午孙子上了幼儿园,下午你就要赶我走。 那我这三年的辛苦付出算什么? 儿子笑嘻嘻地回答,您这话说错了,又不是我赶您走,是您自己受不了要走的。 您要走,跟我也没关系啊。 我倒宁愿他跟我大吵一架,现在他却笑嘻嘻地跟我扯皮,我受不了了,当即让他把我这三年辛苦带娃的钱给我。 儿子敷衍说,往后慢慢给你。 我让他给个确切的时间,他又开始扯皮,居然还说,您看什么东西好,拿家里去算了。 气得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既然人家不愿意让我在家里待着,那我也不留在这,给人家添乱。 我当时就决定回老家了。 回到房间,我开始收拾东西,看着衣柜里寥寥几件衣服,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 这就是我三年辛苦付出的结果,连一件看得上眼的衣服都没有。 默默地手势好东西,我拉着行李箱往外走。 再次看向这个生活了三年的家,我心里五味杂陈。 见到地上有一个团的皱皱巴巴的纸巾,条件反射式的,我又把它拿起来,扔进垃圾桶里。 也就是这么一个举动,让我多了一些感受。 我觉得,在临走之前,或许也该把家里收拾干净,不是为了子儿媳,也得为了孙子。 毕竟儿子儿媳都是不爱干净的人,等我走了以后,孙子也没有那么干净的环境了,也算是我最后为孙子做点事情。 我扫地拖地,我擦茶几,我一边干活一边哭泣,明明可以很快地干完这些,但我却做得很慢,我一直盯着手机,希望儿子或者儿媳给我发个消息,让我继续留在这里。 倒不是我喜欢留在这儿,只是想验证一下他们的心意。 可直到我把家务做完,也没有人联系我。 我本该离开了,可不知怎么了,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照片发给了儿子,告诉他我要走了。 原以为他会安慰我,或者说些暖心的话,可他只是轻飘飘地回了一句嗯。 看到这个嗯我彻底的心寒了,也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看着这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屋子,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傻,觉得自己做的这一切都很不值得。 我干这些活,又没人给我钱,我为什么还要做呢? 看着儿子这干干净净的家,再想着我那荒废已久的老家房子已是残垣断壁,我这心里更难受了。 又想到儿子跟我说,看什么值钱自己拿走。 于是我决定把屋子里值钱的东西给搬走,我付出的东西已经太多了,不能再给人家当冤大头了。 我给搬家公司打了电话,他们按照我的地址很快就来了。 然后我指挥那两个小伙子,让他们把所有能搬的都搬走,冰箱,洗衣机,咖啡机,电视机,立柜空调和那个大理石凳子。 我把能搬的基本给搬走了。 等全搬完,临走前,我给儿子发了个消息,这也是我给他的最后一次机会。 当然,儿子并没有回复我,就好像我不存在一样。 这样一来,我彻底地失望了,再也没有了任何愧疚感,让师傅开车把所有的东西都送回我老家。 等我到家后,师傅又贴心地帮我把东西放好,看着满屋子的电器,还有各种精致的家具。 我这心里高兴坏了,有一种大愁得报的感觉,同时我也很紧张,时不时地看看手机, 估计儿子回家以后,怕是要气坏了。 晚上六点半左右,儿子突然给我打电话了,我刚一接通,他就开始咆哮,东西都拿去了,妈你把东西给卖了。 我笑呵呵地说,没有啊,东西被我给搬走了。 儿子气坏了,当即骂我没事找事,我立刻回对他,是你说的,看哪个好就拿走,现在不认账了。 儿子被我对得哑口无言,骂了我一句,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我缓缓地放下电话,心里十分地复杂,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这件事难道是我的错吗? 或许我不该把儿子家里的东西搬走,可是不搬,我这心里不舒服,搬了,我们的感情又破裂,我没法子。 我反思了一下,或许自己不起早给孙子做早饭就好了,可是我也明白。 我和儿子一家人的矛盾在于生活理念和性格不合,根本不在于那些小事。 所以,这种事情总是会发生的,只是早晚而已。 现在,我就觉得自己太天真,早知道如此,从一开始,我就得管儿子要带孙费,给了钱,我再去带孙子。 现在好了,我给人家免费带娃,到头来还惹得一身不愉快,我图什么呢?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在大学毕业典礼上,抛弃我多年的亲生父母,带着姐姐和弟弟来相认。 我和养父母相视一笑,可算把他们盼来,欠我的得还我,我受的苦加倍给他们。 我很小就被卖给邻村,他们不能生育,算命地说要娃带娃,抱养一个外人的,才会有亲生的。 于是,他们买了我,并给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林昭帝。 五年后,我真的招来一个弟弟,养母喜极而泣,不停地谢我,可转头将我高价卖给另一对养父母,特意强调我能昭帝。 之后,我带着这个名字,被卖给一对又一对养父母,直到得了重病没人要,再一次被抛弃。 弟弟说,姐,爸妈找得你很苦。 我不信他说的,得病后,我一直在找亲生父母,我不想死,希望他们能救救我。 好不容易电话联系到,但他们拒绝接我回家,我们又不是医生,接回来没用。 真要死,就死外面,女儿不入祖坟。 他们的话,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很想告诉他们,其实不就我也没事,我只想死之前看他们一眼。 至少我是有亲爸亲妈的孩子。 亲妈见我怀疑,着急补充,前几年还有骗子来电话,说你快死了,我才不会上当。 我反问,万一是真的呢? 她哈哈大笑,你从小就是福星,邻村沈娘常夸你能昭帝。 怪不得我没什么运气,原来都用在昭地了。 我的心一阵抽痛,早就知道真相,但从亲妈口中出来,她还是会痛。 我冷笑,前年我病得快死,你们不肯认,我现在毕业,找到了工作,你们就来认,想得挺美。 逐渐聚拢的吃瓜群众听明白了,这是果熟了,等着斋呢。 被看穿的亲爸怒目大吼,老子生了他,就得认。 大家纷纷指责,没有养小,好意思让小姑娘养老。 亲妈自知理亏,但仍不放弃,跪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我们再错,也是你亲爸亲妈,你怎么狠心不认? 亲弟也骂,姐,你不认爸妈,太自私了。 行,我认。 亲爸一家脸笑开了花,大家摇头叹息,这不得往死里吸血。 但我却笑了,你们可别后悔。 我和养父母带他们回家。 他们一到家,亲爸四养八叉,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亲妈和亲弟各种摸各种打量。 只有亲姐规矩地坐在凳子上,刚才也只有她在他们耍无赖的时候劝阻,当然被亲爸连带骂进去。 毕竟,她也是要被抛弃的,只是没人要。 我向她微笑示好,她羞涩点头,时不时看看我的耳朵。 我以为她喜欢二家,摘下来送给她,但她礼貌拒绝了。 在养父的招呼下,两家人面对面坐在一起聊。 亲妈直入主题,这孩子是我怀胎十月,痛了一天一夜才生下来,现在出息了,倒是便宜你们。 亲爸趁势补家,对头,先不说你们白得一个好女儿,我们骨肉分离这么多年,这比什么费怎么算? 亲弟为他爸解释,这叫精神损失费。 亲爸立刻点头,夸赞儿子聪明。 养父母都是高知,对法律知识略懂些,从未想过好心救了重病的孩子,抚养他长大,还需要给抛弃孩子的父母精神损失费。 养父提出法律,没这说法。 亲爸抡起拳头,要砸养父,别以为吃过几斤墨水就懂法律,我不吃这套,只讲道理。 我怕养父受伤,主动问要多少钱。 亲爸给亲弟一个眼色,亲弟推推眼镜价,一本正经地说,姐姐常年没有成欢西夏,爸妈挺难过的,精神损失费二十万,虽然没养在爸妈身边,也得给他们养老,赡养费五十万,总计七十万。 我这亲弟长得丝丝闻闻,也读过书,说得有理有据,却说不出人话。 常年没有成欢西夏,是我造成的吗? 是他们。 没有养在身边,也得赡养。 他也知道没养过我,怎么有脸问我要赡养费。 但,我还是答应他们,而且再加五十万。 我要用一百二十万,买断他们和我还有姐姐的血缘亲情。 我被送走的时候,已经能记事。 姐姐比我大五岁,只读了一年级,就被奶奶叫停。 我出生家里干活缺人,女孩子读书本就,意义不大。 我的尿片都是她洗的,瘦小的身子捧着沉重的木盆,在冰冷湍急的河水中反复清洗。 可是没有洗衣粉,尿片很难洗干净,总被奶奶骂。 三个月我就断奶,姐姐煮米汤喂我,可惜米汤怎么能比母乳。 我饿得嗷嗷叫,瘦得和病猫一样。 姐姐不忍,想要亲妈继续奶我,可奶奶说女孩子不能多喝奶,胖了以后难嫁人,再说亲妈还要早点怀孕生男孩。 没办法,姐姐只能昼夜不停地煮米汤,白天喂,晚上喂,才把我养活。 那时候她也不过六岁,因为她,我才活下来。 长大后的姐姐,依然辛苦,嫁给家暴男,日日被折磨。 现在,轮到我来救她。 亲爸亲妈乐开了花,女儿不能传代,更别说嫁出去的。 重要的是小儿子,正愁结婚的钱没着落,这不白白送上门。 亲弟脸上同样洋溢喜悦,甚至都不避开我和养父母,在和她爸妈商量用一百二十万买婚房的事。 唯有姐姐拒绝,爸妈生养我,怎么能用钱买断? 她反劝我,当年家里穷,养不起我们两个,才把你送走,不要记恨爸妈。 我冷笑,是这样吗? 亲妈急了,唯恐一百万逃走。 竟说了真话,当年只能生两个,你们俩必须送走一个,你大了没人要,只能送走二妹。 姐姐瞪大眼睛不可思议,哪有亲妈不要孩子的? 亲爸虎着脸,儿子才能传代。 谁叫你们姐妹不长眼投胎过来? 眼看气氛不对,亲弟打圆场,二姐要不是被送走,怎么会有现在的好日子? 姐姐不再辩驳,坐在边上静静抹泪。 亲妈不满,哭什么? 你有什么出息,要工作没工作,嫁人又离婚,这样的女儿我才不要。 我在边上叹气,是我草率了,看来得换计划。 亲妈挺关心我工作收入,我故意说也就六万一年, 但转头将入职协议放在显眼处,上面清除写明公司地址和年薪福利。 二十万的年薪果然令她大张嘴巴,急匆匆找亲爸和儿子商量。 亲弟细细盘算,要一百二十万亏了。 姐姐阻拦,妹妹才动过大手术,以后花钱的地方多,一百二十万不少了。 亲弟皱眉,我马上要结婚,婚房没着落,她是我姐姐,帮我把不过分。 亲爸点头,妖儿结婚重要,早点生孙孙,你也拿出点。 姐姐,姐姐语气提高,我的彩礼不是都给你们了,那还有钱。 要不是你们,我怎么会? 亲妈不耐烦地打断姐姐的话,在她看来,弟弟结婚是大事,做姐姐都要表示, 大姐日子难过就少拿点,二姐过得不错的多出。 转天,他们就向养父母提出合约作废。 我笑着问,又要玩哪出? 亲妈谗媚得全脸褶子堆起,傻孩子,谈钱伤感情。 我们不要钱,要你。 姐姐很开心,哪有父母不要孩子的? 我摇头,别开心太早。 果然第二天,亲弟带未来丈人一家来我家。 向他们介绍房子,亲爸亲妈在后面附和,地处闹市,三房朝南, 幼儿园,小学都在附近,绝对的好房子。 未来丈人绑大腰粗,脖子上金项链黄眼,他指指点点,很不满意的样子。 这房子老了点,客厅也小,做新房,委屈我女儿。 我和姐姐云里雾里,养父母的房子怎么要给亲弟做新房。 亲妈笑着解释,你是她二姐,你的东西就是她的,这房子刚好给她做新房。 你大姐十八万彩礼也都给你弟了。 姐姐脸色巨变,她怎么也没想到,原来爸妈认亲是为了房子。 我问姐姐,爸妈这样计算我们,还要认他们吗? 我可不惯着他们,拿出手机要报警。 这房子不是她儿子的,请你们离开,要不然我要报警你们擅闯民居。 亲弟上来夺手机,亲爸抄起板凳来打,姐姐见我要被打,赶紧护住我。 未来丈人火了,他本来就看不上这穷小子,奈何女儿喜欢? 他只能退而求其次,不要彩礼,但至少得有房。 女儿后半辈子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不接了,我们走。 亲弟想要解释,却被丈人推开。 他懊恼地冲我撒气,姐,我不能结婚,都是你的错。 我被气笑了,我养父母的房子,他们不打声招呼, 带人进来,还打算把房子给儿子做新房。 明明是他们欺骗女方一家,还赖上我了。 明强都没这么嚣张。 亲妈痛惜,好不容易把女孩子骗到手。 她是你亲弟弟,你怎么不帮忙? 我很无语,先不说帮不帮忙。 这房子是我养父母的,怎么可能给她? 亲弟插腰说,你是他们的女儿,他们的房子就是你的。 你是我姐姐,当然可以给我。 养父母就我一个孩子,遗产自然是我的。 可他们都等不及养父母去世,现在就来抢。 亲爸用力砸板凳,明天就过户,还有以后你的工资要上交,我替你管。 他们不要一百万要认我,就是涂这套房子和我的工资。 这算盘打得真响,一耳光一耳光抽在姐姐脸上。 她气得脸通红,爸妈,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 她心里有气,可是说不出来。 为什么女儿的东西就是家里的? 为什么姐姐一定得帮弟弟? 趁着她生气,我再次提出离开爸妈的想法。 他们根本不把女儿当孩子,何必委屈自己? 她没有拒绝,但认真的看着我。 眼神里闪过一抹怀疑,我没有任何回避地对上了她的视线。 我在等着姐姐的反抗,可她却像是想要逃避什么似的,躲开了我的视线,只是再次拒绝我。 或许是亲爸打牌赢钱时给买的一堂,或许是亲妈拆掉大衣改的新衣,又或许是亲弟小时候甜甜的呼唤。 偶尔的甜,串成猪网,紧紧捆住姐姐。 那好,就让她好好瞧瞧猪网到底是什么。 我将解除领养关系的证明扔给亲爸,亲爸立刻给亲弟,亲弟瞪大了眼睛,亲妈不识字,焦急地追着问。 走吧,这房子我没份,你们更别想。 姐姐已经在打包他们的行李,她早就看不惯纠战雀巢的事情,太不要脸。 亲爸额头青筋抱起,行啊,跟我叫板,看我不打死你。 我凑上去,打呀,我上不了班,一分钱都不会给你。 亲妈这才拉住她,让父母担忧地送我出门。 养母有些动摇,不想我走。 南南,这家人太可怕,万一事情不好掌控。 我摸着胸口对她说,妈,这条命本就是她的,我必须救出她。 我租的房子很小,只有一窝一厅,本想着这样,他们总不会赖着我。 我还是低估她们,亲妈把卧室整理好给亲弟睡,我们四个在客厅打地铺。 我质问她,我和姐姐都是女孩子,怎么和男的睡? 她满不在乎,她是你们老子,有什么关系? 女大必妇,这么浅显的道理都不懂。 我不满,凭什么亲弟睡床,我们睡地铺? 亲爸在家,容不得女人质疑,抬手就要打。 姐姐护住我,劝亲爸不要闹,又将他的被褥铺在我的上面,安慰我这样就舒服了。 明明是父母的偏心,他却牺牲自己,成全他们。 我有些生气,你,能不能不这样,能不能为自己想想? 姐姐先是惊愕,而后眼里有泪。 是啊,什么时候我才能为自己想? 姐姐有抗争过,为了他的爱人。 他和邻村的青年相爱,可亲爸一定要他拿出十八W彩礼,这放在现在也是一笔不小的钱。 青年拿不出,他想和姐姐私奔,姐姐答应了,两人约定晚上就走。 可事情被亲妈发现,他跪下来求姐姐,弟弟读高中没有钱,已经收了村里王娃子的彩礼,要是走了,他们家会被打死的。 最后,姐姐没有走,嫁给了喜欢家暴的王娃子。 姐姐哭得伤心,但我硬着心不去安慰,这个结必须他自己解。 另一边萧婷没几天的亲弟,又给亲爸出了好主意,他们是铁了心要把我刮干净。 他们找到我的公司,要求预支薪水二百万。 主管听了一个天大的笑话,我才工作一个月,还在试用期,竟然要预支二百万。 亲爸没觉得不妥,我女儿能给你们干一辈子,二百万不亏。 主管笑了,她是政经单位,工资发放都有制度,又不是买卖人口。 亲妈见说不通,又耍起无赖,抱着主管的腿哭,家里很困难,好不容易培养出女儿,这二百万必须得给。 主管脸都绿了,厮杀商场多年,从未见过这么无赖的。 我和姐姐左右拉开她,还是没拉动。 姐姐劝她,妈,别这样,二妹以后怎么工作? 亲妈充耳不闻,继续叫骂。 丧天良的单位,没人性,我女儿帮你赚大钱,你出点小钱,帮帮我们都不肯。 同事和客户都在看我,我的心狂跳,脸刷白,这工作肯定保不住。 我离职的时候,主管无奈地摇头。 你这么优秀,怎么会有这种父母? 没办法,孩子不能选父母,但他们却可以选孩子。 除了姐姐,他们没有一个人关心我的工作,反而骂我没用,读那么多年,才赚这么点钱。 姐姐生气,二妹至少考上大学,一毕业就找到好工作,小弟读那么贵的书。 结果才大专。 原来亲弟根本没考上高中,亲妈用卖他的十八万彩礼买了私立高中的名额,可结果还是只考上大专。 这是姐姐第一次和他们生气,我很开心。 他们根本压根没注意到,一心盘算我这个二姐还能为家里带来什么。 可我和养父母关系一断,高薪工作没了,在就业都困难,脱离原生家庭攒下来的希望,都没了,一切回归原点。 姐姐为我难过,你明明已经过上好日子了,怎么会? 我反问这是谁的错,是我妈,我太优秀,被他们惦记。 她摇头,即使平庸如她,照样被他们惦记。 我紧握她的手,坚定地告诉她,错的从来不是我们,是他们。 离开他们,一切都会好起来。 我们从出生起,就被他们嫌弃,即使牺牲自己的一生,也不会得到他们的喜爱。 既然如此,那这份爱不要了。 姐姐点头,她终于看到甜蜜珠网背后的黑暗。 我告诉亲爸,我和姐姐在城里打工不回老家,亲爸早就盘算过,带我俩回老家不划算。 可亲弟竟然拒绝,她笑得天真。 姐姐,我们是一家人,当然要一起回家。 我被他们带回了老家,关在小屋。 亲弟怂恿亲爸,替我找户人家,就像大姐当年那样, 要一笔彩礼,她的心房就有着落。 亲爸笑得鼓掌,怪不得儿子一定要带姐姐回家,差点失算。 二女儿可是高材生,怎么都得比大女儿价钱高。 亲妈的眼睛也亮了,女儿果然是快宝, 这回一定要好好挑选女婿,十八万彩礼可不够。 很快,村里的媒婆就帮她们物色了好几个, 有同样高学历的,但家境贫寒,有长相出挑的, 但彩礼只能出三万八,但她们都不满意。 最后她们选了一个二婚带娃,干小包工的, 人长得肥头大耳,啤酒度比八个月运度还大。 可她能出彩礼二十八万八,亲妈恨不得立马叫女婿, 亲爸颤抖着手拆开中华烟,亲弟已经和她称兄道弟。 我趴在铁窗往外骂,我不同意,我不会嫁的。 小包工皱眉,你家不会是卖女儿吧? 亲爸没觉得有问题,小孩子懂什么, 结婚的事情肯定要爹妈说了算。 亲妈赶紧拉她进屋,笑着说女儿是害羞, 明后天就想通。 她们所谓的想通,就是不给我送饭送水, 要逼我就饭。 我嘴唇干裂出血,饿得头晕眼花, 但死咬着不松口。 眼见接亲日子临近,亲爸急得跳脚, 之前只拿木棍在门外威胁, 现在直接上皮边抽。 她怒目圆瞪,往死里抽。 嫁不嫁? 亲妈和亲弟没人阻止,都在冷眼旁观。 女人总要嫁出去的,嫁谁不是嫁。 只有姐姐大喊着让亲爸助手, 但没有效果, 她又去抢皮鞭, 结果挨了好几下, 还是没能抢下, 最后她扑在我身上, 任由皮鞭打在她的后背。 皮鞭入肉发出闷响, 刺在我和姐姐的心头。 姐姐被打得晕死过去, 不管我怎么叫她都没反应。 我朝那对冷血的水智父母大喊, 就姐姐, 我嫁。 姐姐醒来知道后, 懊悔不已, 她本想说服他们, 结果害了我。 我为她轻轻上药, 在她耳边滴雨。 姐姐, 他们已经坏透了, 不能对他们抱有幻想, 要反抗。 一周后, 小包公带着彩礼上门接亲。 临走前, 我注视着姐姐的眼睛。 姐姐, 你会救我的。 接亲车队开到半路, 被姐姐和民警拦下。 她着急打开车门, 对我上下打量。 她哭着说, 还好赶上。 我却笑了, 姐姐终于醒悟。 小包公一个劲向民警解释, 不是拐卖妇女, 亲爸亲妈赶过来也说不是。 我冲上前想解释, 但这回姐姐先冲出去了。 她向民警肯定地说, 他们就是卖女儿。 她撩起袖口, 解开衣领, 向民警展示上位结痂的鞭痕。 哪家父母会这么做? 亲妈又一次赖得大哭。 女儿的亲是我们做父母的, 急得头发白, 扑心扑干, 到头来还报警抓我们, 不笑啊。 民警被她误导, 以为是做女儿的不理解父母, 劝姐姐要和父母好好沟通。 毕竟哪有父母不为孩子好的? 姐姐用力摇头, 当年亲妈就是这样无赖, 让她不得不嫁给不爱的人, 嫁过去天天被家暴, 好不容易怀上孩子, 也被打到流产。 她狠狠地打自己巴掌, 一生比一生响亮。 我不笑, 为全家洗衣做饭十八年。 我不笑, 把卖身彩礼前供弟弟读私利高中。 在场的人都被镇住, 民警算是看出其中猫腻, 不许婚礼继续, 所有人到派出所调查问话。 亲爸急了, 他已经收了彩礼, 闹到警察局这是肯定得黄。 他示意亲妈继续哭。 亲妈也对着自己扇巴掌。 你怨我, 我能怨谁? 生下你第二天, 你乃就让我下地干活, 可大嫂就不用, 因为她生了儿子。 你怪我把你卖掉换彩礼, 那我呢? 不也是换亲嫁过来的? 你还有人帮你解决离婚? 我这么多年被你爸打得少吗? 又有谁来帮我? 谁叫我们是女人? 这就是女人的命, 什么苦都得受着。 他连真带假说了很多, 我相信大部分是真的。 他怀胎十月, 生育我和姐姐, 短暂抚育我们, 偶尔还会将自己的大衣 改成我们的新衣。 他有过妈妈的样子, 但更多的时候, 将自己的不幸强加给我们。 我感到很悲哀, 因为有这样的母亲, 姐姐才会一直忍让, 不敢逃离。 但, 生儿为女, 没有错。 他不该将自己的不幸 强加给姐姐和我。 婚事告吹, 亲爸非常恼火, 不光光是彩礼飘走, 还有妻子的控诉, 女儿的反抗, 让他颜面尽扫。 他恶狠狠地盯着我和姐姐。 你们以为能反抗我? 这辈子都别想。 我和姐姐都被关起来, 亲爸这次要把我俩一起嫁出去。 亲妈哭过后, 又恢复冷漠的神情, 积极挑选女婿, 势必用彩礼钱凑成一套婚房。 亲弟负责送饭和看管我们, 但他对我们很冷漠。 我和他没在一起生活, 自然没感情, 可对姐姐他不该这样, 他可是姐姐一手带大, 甚至为了他牺牲自己的婚姻。 亲弟看出我的疑惑, 冷冷地说, 不要觉得我狼心狗肺, 要怪就要怪他们。 他在私立高中很不开心, 那些同学都是有钱人, 读书只是消磨时间, 未来的路早就规划好。 而他是最穷的, 所有人都会笑话他。 现在, 好不容易找到女朋友, 丈人因为婚房, 不肯让他们结婚。 既然爸妈都说他最重要, 凭什么姐姐们不能为他牺牲? 姐姐笑得凄凉, 原来弟弟是这么想的, 他所谓的付出, 根本换不来一句感谢。 这个家真的没有什么可以留恋。 这次亲爸担心再发生意外, 特意找了外省的女婿, 价格低了点, 好在两个女儿加起来, 正好二十八万吧。 姐姐焦虑不安, 外省很远, 那里的媳妇大部分是买的, 要是嫁去那里, 会比他第一段婚姻更差。 她告诉我, 必须逃出去, 如果嫁到外省, 会比死更惨。 我点头答应, 她想逃出去是非常好的开端, 可是还不够。 趁夜, 我们用铁丝敲开门锁, 这种老式门锁很好处理, 院外还有道铁门, 那就难了, 我们只能翻墙出去。 姐姐很顺利翻出去, 轮到我时, 却踩到了啤酒罐, 乒乒乓乓将亲爸一家吵醒。 姐姐急得跳脚, 让我快走, 她留下来拦住他们。 可我害怕得脚打软腿, 还没走多远, 两人都被抓。 亲爸拿出皮鞭又想打, 我立刻跪下求饶。 我怕了, 上次被打的地方又痒又痛, 还有外省的丈夫, 连姐姐都怕得要逃, 那种恐怖无法想象。 别打了, 我可以联系养父母, 给弟弟弄到房子。 亲弟不信, 我这么骄傲, 怎么突然就投降。 但亲爸很自信, 没人在他的皮鞭下不服从, 妻子被他打扶, 二女儿肯定也会。 弟弟也信了, 的确没有人能不怕他爸的皮鞭, 只有姐姐不信, 他冷眼看我。 你是故意逃不走, 你想干什么? 我不想逃, 他们迟早会找到我们, 我要一劳永逸。 我伸出手邀请他, 姐姐, 一起。 我联系上养父母, 他们很心痛, 为了我同意把房子让给亲弟。 不过, 他们有个条件, 必须给四十八万吧。 他们只有这套房子, 四十八万吧相当于卖给亲弟。 亲爸不高兴, 还得自己出钱买。 姐姐在端菜, 插嘴道那套房子是市中心, 市价四百万。 亲妈一盘算, 四百万就算两个女儿都出嫁, 财力也不够首付。 他笑着夸大女儿开窍, 还知道市里房子的价格。 姐姐立刻低头, 忙前忙后干活。 亲弟皱眉, 家里只有二十万, 剩下二十八万八怎么办? 我好心提醒, 亲弟的女方家里有钱, 让女方出点, 大不了这套房子 写两个人的名字。 亲爸立马反对, 必须出钱, 名字不佳。 亲妈点头赞成, 现在男孩子吃香, 能娶她就不错了。 但亲弟觉得不妥, 老丈人很凶, 给钱那必须写两个人的名字, 只是万一房子没弄好, 会被打死。 我冷笑, 虎父无犬子, 你竟然怕丈人。 亲弟辩解, 他爸是舍不得他, 护着他。 到底是有亲爸的人, 没人敢欺负。 亲爸听不出我在阴阳, 一个劲让我和养父母沟通, 房子能不能便宜点。 养父母咬死必须这个价, 大不了狠心不要孩子。 亲爸连忙答应下来, 亲自去女方家做工作, 顺利筹齐四十八万八。 但到过户那天, 合同根本签不了, 房子市价四百万, 写四十八万八, 明显是虚假合同, 如果按时写, 那得交四百万房款的税, 得好几万。 亲妈心疼睡前, 主动问我, 有没有其他办法。 我心里偷笑, 面上风淡云青, 也不是没有, 只是有风险。 将四十八万八作为赠予款, 提前打入我的账户, 再签订房屋赠予合同, 一来二去可以省下不少税。 亲妈只想着少付钱, 哪管什么风险, 亲爸有些犹豫, 他根本不懂税, 过户才知道要交税。 养父戏谑地说, 您还是您夫人有魄力, 我们女儿都在你们手上, 有什么好怕的? 亲爸被人看不起, 瞬间头脑清醒。 我们家的事我说了算, 这是我懂, 不就是逃税, 现在就写。 我自愿赠予女儿临昭地 四十八万八。 我和养父母相识一笑, 只要敲上拇指印, 这事就成了。 但亲弟冲出来, 拦住敲下去的手, 不能签。 他要求做公证, 公证处要求提供 我和亲生父母的亲子报告, 赠予合同才有效。 我和养父母都面色难看。 这件事不在我们计划内, 我推说, 鉴定费不便宜, 而且时间长, 会耽误房子过户, 到时候影响亲弟结婚。 亲妈觉得有理, 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 她会不清楚, 何必花钱花时间做鉴定。 可亲弟铁了心要做, 她笑得一脸无辜。 二姐, 你是我爸妈亲生的, 怕什么? 我脸色惨白, 她知道什么? 亲弟继续说道, 我很奇怪, 爸妈和二姐这么多年不联系, 怎么就那么巧合, 有人认出二姐, 还特意告诉我们。 亲爸突然想起来, 他在一年前接到电话, 说是二女儿得了肾病, 需要亲人的肾源。 他当场就拒绝, 本来就不要的孩子, 还能为他割腰子。 可一年后, 在省城医院做护工的毛仔告诉他, 二女儿没死, 就在毕大读书, 还给他看照片, 他们完全凭照片才找到。 他突然想到, 毛仔从来没见过二女儿。 亲弟冷冷地说, 你根本就不是我二姐。 我背后冷汗直冒, 但硬挺着, 那时候就不该多嘴和毛仔说, 现在沾上你们, 甩都甩不开。 亲爸释然, 家里只有二十万存款, 二女儿赚一年就够, 哪个傻子会上赶着认亲, 就算亲生的, 那又怎样。 亲妈唯恐便宜婚房逃走, 难得站在我这边, 责怪亲弟乱说话。 毛仔的事情算是圆过去, 但亲弟坚持做鉴定。 亲爸也赞成, 难得掏钱付了检验费。 等教号报到我的时候, 我手心都是汗, 养父母同样神情紧张。 临着地, 抽血。 我小步往前走, 姐姐却扶着我, 大步向前走。 她向护士回应, 来了。 抽血的护士再次核实, 叫什么名字。 姐姐应答, 临着地。 护士看了一眼, 家属到外面去等。 等抽血结束, 我接上姐姐一同往外走。 她一边整理衣服, 一边对我说, 你不是二妹。 我停下脚步, 想要解释。 但她摇头, 摸摸我的左耳, 缓缓说她照顾二妹五年, 大到左耳耳后的胎记, 小到后背的黑质, 一清二楚。 虽然我能说出那些时光, 可改变不了姐妹情深。 她早就预感二妹出事了。 她眼里含泪, 声音颤抖。 她还活着吗? 我无法回答, 将她的手放在我的心脏处。 她在这里。 她无声痛哭, 我紧紧抱着她。 姐姐, 她们本可以救二妹的, 她们还可以救姐姐的。 可是, 她们是冷血的。 姐姐, 我要为我们讨回公道, 你帮帮我, 好吗? 好。 亲自鉴定出来后, 我当然是她们的孩子。 亲弟无话可说, 亲爸签字转账, 一气呵成, 四十八万八顺利打入林昭帝户头。 只剩下房子过户, 正赶上国庆, 半是窗口放假, 但亲爸不着急, 都走到这步了, 还能被骗。 亲爸一家喜气洋洋到女方家, 一扫之前点头哈腰的产妹样子。 亲妈尖酸地说, 儿媳妇啊, 你们家嫁妆也不给, 我们还得给你买房, 你以后可得听话。 亲爸已经喝得脸通红, 大舌头说, 妖儿今天别回家, 抓紧把事情办了, 我等着抱孙子。 女朋友不乐意, 但亲弟并不反驳, 他觉得爸妈说得没错。 老丈人冲着房子, 一直耐着性子, 现在忍无可忍。 说的是人话吗? 我们家又不是卖女儿, 这房子还有我们一半。 他铁青脸, 要结婚办事, 拿两人名字的房产证, 办不好扒了你儿子的皮。 亲爸一家这才清醒, 点头哈腰说, 喝大了, 假期结束, 两家人一起去办。 他们按约定到办事中心, 但养父母迟迟没来。 老丈人生气, 不耐烦地催亲弟, 赶紧叫人办过户。 亲弟也着急, 已经打了不知道多少通电话, 我和养父母就是没接。 好不容易打通我的, 他怒气腾腾, 二姐, 你怎么回事, 今天办过户, 你养父母都没来。 我才刚睡醒, 懒散地说, 房子又不是我的, 你找他们去。 我没等他说完就挂断电话, 发微信通知养父母。 他们上门找你们, 吃得香吗? 养父发了OK的手势, 早就想收拾这家无赖。 等亲爸和老丈人一家赶到, 养父死不承认, 答应卖房。 这房子得四百万, 五十万就卖我傻吗? 亲爸急了, 手不灵活地拿出协议。 你, 你耍赖, 我们给钱了。 养父指着协议说, 你看清楚, 自愿赠予, 和房子买卖有什么关系。 老丈人也急了, 四十九万八大头都是他们。 养父对他解释, 他们没和你们说, 这钱是给女儿的补偿款, 和买房有什么关系。 你们不会是被骗了吧? 老丈人一想, 他们家总是提嫁妆, 他有钱但怕嫁妆 被两个老东西占走, 一直没松口, 感情买房是假, 骗嫁妆是真。 他一巴掌打到亲弟脸上, 好啊, 串通你解骗我们家钱。 亲爸上前还手, 两人扭打起来, 亲妈赶紧护住儿子, 大喊不能打, 找二女儿说清楚。 亲爸和亲弟回过神, 满脸猙獰赔钱货, 竟然耍我们, 弄不死他。 亲弟报警, 告我诈骗。 亲爸在派出所大叫大骂, 亲妈哭得赶天动地。 哎呀, 没良心的东西, 骗我们父母的钱, 我和老头攒了二十多年, 一下子都被他骗走。 青天大老爷, 你们要替我做主啊。 他们去投掐尾, 将我塑造成一个不抚养老人, 还到骗钱的不孝女。 警察翻看资料, 竟然还是必大的学生,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对我的厌恶更重一分。 你学历这么高, 竟然还骗老人的钱。 我连忙白手, 警察叔叔, 我才是受害者。 我将另一份赠予协议和转账记录拿出来, 分明是他们自愿将钱打给林昭帝, 和房屋买卖没有任何关系。 警察细看资料, 的确只写了因愧疚女儿多年付出, 自愿赠予林昭帝48万吧。 警察笑了, 自愿赠予可就不是诈骗。 亲爸急了, 那是用来买房的, 才不是白给的。 警察纳闷, 这么点钱能买房, 还有买房, 怎么不走买卖合同? 那是因为, 亲弟赶紧制止, 难道告诉警察不便宜卖房, 就卖人家女儿, 还是说想要逃税, 不走买卖合同? 亲爸一家吃屎般, 吐不出咽不下。 我和大姐两人憋着笑, 他们算计来算计去, 结果算在自己头上。 可亲弟没放弃, 对赠予协议来回翻看, 终于找到疑点, 这份协议是补偿女儿多年付出, 可二姐离家多年, 明显不对。 亲爸眼睛发亮, 老二早就被扔掉, 不对, 送养, 这钱不能给他, 得还我们。 我摇头, 我可还不出。 亲爸怒了, 抄起拳头要打。 警察呵斥, 他算看明白, 这家人是想算计被抛弃的女儿, 结果没成。 但他还是得调解, 能不能还他们点。 我笑着说, 钱打给林昭帝的, 我怎么还? 亲爸发怒, 林昭帝不就是你。 我把身份证给警察, 警察皱眉, 你女儿叫什么? 林昭帝呀。 我摇头, 一字一顿告诉他们。 我叫林安乐, 爸妈不需要我昭帝, 只盼我平安喜乐。 亲弟反应过来, 他们从一开始就被我骗了。 没错, 是我花钱让毛仔告诉他们, 二女儿过得很好, 是我误导他们我就是二女儿, 是我故意让亲妈找到入职协议, 是我故意跟着他们回老家。 但骗局的源头是他们自己。 我从出生起就有先天性心脏病, 可父母没有放弃, 一直到去年病重入院, 医生说除了换心, 别无他法。 他们哭得痛心, 我却想开, 这辈子有父母宠着爱着, 来人世间一趟不亏。 和我同病房的女孩也赞同。 她也姓林, 长得非常瘦小, 脸色蜡黄, 她非常羡慕我有爸妈照顾, 而她从小就被亲生父母卖了。 我很惊讶, 她出生在1998年, 还会有人卖女儿。 她苦笑, 大概运气都给父母招地, 所以命苦, 早年被卖, 好不容易长大, 却身患恶疾。 她唯一生存希望, 是父母换身给她, 她已经找到, 可是她不敢。 我鼓励她打, 结果却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很内疚, 加倍对她好, 她笑着, 说我像她大姐, 这世上唯一对她好的人。 可惜她还是走了, 却将心脏留给我。 安豪姐, 谢谢你, 希望你能活下去。 如果可以, 救救大姐。 她也叫林昭帝, 一样的名字, 一样的命运。 重男轻女的天平下, 父母一家就像水质, 无休止地吸血, 直到被吸干。 大姐虽然在父母身边养大, 但日子很苦, 为了彩礼, 嫁给家暴男, 每天被家暴,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我找律师帮他离婚, 可我发现, 如果不解决那对水质父母, 他始终还会嫁给另一个家暴男。 我摸着心脏, 只有彻底拍死水质, 才能救出姐姐。 于是, 我和我真正的亲生父母设了这个局, 卑鄙无耻的他们果然上当。 警察觉得很有意思, 怎么两姐妹名字会一样, 父母是有多么想要弟弟。 我摇头, 这名字不是他们取的, 是养父母给的, 大概是太多人想要男孩吧。 亲爸见钱在大女儿户口, 反而心安, 大女儿最听话, 肯定会给。 姐姐坚定地摇头, 这钱是我应得的, 我不会还。 对于姐姐的反抗, 亲爸一家难以置信。 我们生你养你, 你却帮外人骗我们。 他们已经明白, 为什么亲子鉴定会成功, 抽血的就是姐姐, 当然存在亲子关系。 可他们不明白, 姐姐是多么想斩断 这份窒息的血缘亲情。 她哭得凄凉, 痛诉这三十年的心酸。 你们生我, 是我愿意的吗? 生了我, 为什么不好好养我? 我要读书, 你们说女孩子读书没出息, 所以我一辈子只能干家务。 我要嫁心爱的人, 你们却要拿高价的彩礼, 将我嫁给家暴男。 我身上的伤, 心里的苦, 你们都看不到吗? 他撩起衣服, 里面全是沉伤, 还有缝合疤痕。 他们仅沉默一会, 又恢复无情的脸面。 亲弟装可怜, 你是大姐, 肯定要帮我, 邻家还指望我传宗接代。 姐姐心痛, 她以为说出心中的苦楚, 他们总该心疼她一点。 可是, 水质家庭是冷血的, 他们不会改变。 姐姐冷冷道, 既然邻家只需要儿子, 那我们就断绝亲子关系, 就像丢掉妹妹一样, 把我丢了。 亲爸一家自然不肯, 这块肥肉怎么能丢? 我早就料到会这样, 不紧不慢, 拿出另一份资料。 警察叔叔, 我要告他们拐卖妇女。 我将当时被关在小黑屋, 鞭打的照片, 还有他们和媒婆交流的录音录像, 一并交给警察, 警察当即要抓他们。 亲妈辩解, 哎呀, 误会, 我们以为是亲女儿, 所以, 警察严厉质问, 亲女儿就能卖吗? 她见说理无用, 上前去抢, 力气大到, 差点推倒警察。 警察大吼, 跟我耍无赖, 站好。 亲地慌了, 都是我爸妈的主意, 和我没关系。 我直指证据, 里面清楚记录 她怂恿亲爸替我找人家, 明知道我们被关, 还帮父母看管, 说主谋都不为过。 这回, 可以消停很久, 不过, 还不够, 必须彻底了结。 姐姐亲自将断绝关系的协议递给他们, 他们没有一丝犹豫就签了。 毕竟只是少了一个女儿, 却可以撤案保住儿子, 他们的算盘从来不会打错。 姐姐拿着协议有些茫然, 她准备了很多心理话, 但还没说父母就签了。 原来亲情纽带可以这么简单简短, 他们对她从来不是自家孩子, 而是自家物品, 所以断得干脆。 我见她情绪低落, 安慰她马上有好戏。 亲爸一家灰头土脸从看守所出来, 迎面遇到老丈人一家。 小兔崽子, 把钱还我。 亲弟斗斗锁锁, 躲在亲妈后面。 亲妈又拿出无赖样, 还什么, 哪家女儿嫁人不出嫁妆? 再说, 你女儿早就被我儿子睡了, 不嫁我们家还能嫁谁? 娘家的东西迟早是我儿子的, 早给完给有什么区别? 老丈人火气上来, 他本想以德服人, 可有些人天生不讲理, 只能用粗的。 抓住他们, 今天要打死这家无赖。 亲弟慌了, 将亲爸亲妈推出党, 奈何对方人多, 他还是被捆猪一样被抓了。 老丈人开车一溜烟走了, 后来的事情全是毛仔告诉我们。 亲爸被打得半身不随, 亲妈牙齿都被打掉, 亲弟身上倒还好, 只是伤在那地方, 这辈子不能人道, 邻家算是绝后了。 他们在村里根本混不下去, 连夜逃跑。 我长须一口气, 终于帮姐姐脱离苦难, 可以带她去见真正的二妹。 姐姐一眼认出二妹的墓碑, 上面写着花。 我并不知道花花的含义, 只是按要求写上去。 姐姐笑着落泪, 一年级的老师告诉她, 女孩子不应该叫朝地, 她们像花一样灿烂, 像花一样宝贵。 我安慰姐姐, 不哭。 远离水至父母, 日子会像花一样甜。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 对你有所感触。 尚未订阅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击订阅, 这样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 让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一起慢慢变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